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半导体巨头台积电10月下旬公布的 2023年7月至9月财报显示 台积电7月至9月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减少24.9% 降至2111新台币 但与4月至6月相比 营业收入增长13.7% 利润增长16.1% 业绩出现触底态势 三奈米半导体面向苹果iPhone15系列的高阶机型 全面启动出货 不过有业内人士认为 虽然业绩受到美国苹果新款iPhone的需求支撑 呈现触底态势 但前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从全球半导体市场来看 自2022年夏季以来 因大流行而产生的个人电脑和智慧型手机等的数位特需回调明显 此后受到美国加息和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 库存调整 迈向长期化 对于未来的半导体需求 魏哲家表示已接近底部 在此基础上指出 客户仍在谨慎的管理库存 中国市场 中国市场也仍然疲软 他同时指出 客户在10月至12月仍将持续消化库存 台积电预测10月至12月的营业收入为188亿至196亿美元 按季度计算 维持复苏态势 但按中间值计算 同比下降3.5% 全年的设备投资计划定为320亿美元 对于初期计划的320亿至360亿美元 7月时表示接近下限 魏哲家表示 他们将根据客户的需求 放慢设备投资 一位供应商的高管 对台积电的业务情况指出 从6月份开始 已向iPhone出货为支撑 工厂开工率持续恢复 但其他领域的需求依然疲软 目前也出现告一段落的迹象 但是新的隐忧也浮出水面 美国政府日前宣布 将加强面向人工智慧 AI等尖端半导体的 对中国的出口管制 预计作为台积电大客户的 美国半导体巨头辉达等 将受到影响 虽然魏哲家针对管制强调称 对台积电的影响很小 在可控范围内 但需求的前景仍然令人不安 台湾经济研究院的分析师 刘佩珍指出 美中对立的长期化 是未来半导体市场的风险因素 如果美国对中国或华为 实施新一轮制裁 中国也有可能采取反制措施 另外台积电7月至9月的营业收入 下降10.8% 降至5467亿元新台币 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营收和利润双下降 该公司总裁魏哲家在线上记者会上表示 由于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 客户仍在推进库存调整 与4月至6月相比 营业收入增长13.7% 利润增长16.1% 业续出现触底态势 支撑业绩回升的是 2022年底开始量产的 世界最尖端3奈米半导体 台积电指出 相较于5奈米制程 台积电3奈米制程技术的逻辑密度 增加约60% 在相同功耗下速度提升18% 或者在相同速度下 功耗降低32% 而作为全球首次采用该技术的 美国苹果iPhone15系列的高阶机型 全面启动出货后 占7月至9月份营业收入的6% 值得注意的是 3奈米半导体的制造难度较大 供应商相关人士透露 当初在提高量品率方面 陷入苦战 但向iPhone出货 显示出良好的开端 现在看来 台积电的3奈米半导体等的尖端产品 将持续畅销 目前 3奈米半导体的客户主要是苹果 但台湾最大的半导体设计 和开发公司联发科技 也将应用于预定2024年量产的产品 有分析认为 接候3奈米半导体 还将不断用于个人电脑和伺服器等 对台积电的业绩恢复构成支撑 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 台积电日前与法说会透露 已看到PC 手机等两大应用 库存调整改善的迹象 消息称是联发科预定明年下半年 问世的新5G旗舰晶片天机9400 预计最快明年2月 就会进入量产阶段 比以往提前一至两个月 Apple Nivo 小米等品牌大厂都将采用 报道称 联发科抢下智慧手机市场 复苏投一棒 明年出货动能 有望明显优于今年 联发科近日举行法说会前 处于法说会前兼末期 外资看好联发科后续爆发力强劲 已喊出千元目标价 供应链传出消息 联发科明年将推出的天机9400 虽然下半年才会问世 但预计最快明年2月 就会进入量产阶段 时间相较以往 提早了一至两个月 据此前报道 今年9月 联发科台积电放出消息 联发科首款采用台积电 300米制程的天机旗舰晶片 将在明年下半年上市 目前已经完成流片 预计就是天机9400 根据10月下旬的各类消息 台积电的产能利用率 正在逐步回升 在经历了前一阶段的低迷之后 公司的7奈米6奈米工艺制程 已经从4成回升至6成左右 有望在年底达到7成 与此同时 公司的5奈米4奈米工艺制程 也一直保持在高水平 产能利用率约为75%至80% 这一趋势预示着台积电 在全球半导体制造业的领先地位 将进一步得到巩固 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也意味着客户的信心正在恢复 据报道 除了高通外 台积电的客户投片量均明显增加 这些客户包括苹果 研发科 辉达 AMD 英特尔 博通 Marvel 和易法半导体等全球知名的科技公司 他们都已经向台积电下单 显示了对这家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公司的 充分信任和依赖 在这个复苏的过程中 台积电也展现出了其强大的溢价能力 据报道 除了高通外 包括亚马逊 思科 Google 微软和特斯拉等在内的AI晶片客户 也已经接受了台积电2024年的涨价计划 这不仅表明了台积电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 也反映出这些客户对台积电制造能力和技术实力的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台积电已经展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 但公司并未因此而松懈 相反 他们正积极备占未来 据报道 台积电已经开始研发改进版三奈米制程N3P工艺节点 并计划在2024年投入生产 这一新技术的研发 无疑将进一步巩固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制造业的领先地位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一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